刚刚忙完现在下来逛一逛 来沾沾人气 人沙人海的 草莓冰糖糊肉要不要吃 这里都是学生的 卖的东西也是比较便宜的 这边衣服都是二十三十四十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可以哦 学生买的又便宜又好 不然的话下次他不买了 回去一说 那家定的不行 全班同学都不来你这里买 这边它是一个美食街 基本上如果早一点的话 每一间都是要排队的 买东西的 这里很热闹很热闹的 晚上还很多人的 小九在后面做那个指甲 我出来找点东西吃 有点饿了 不知道吃什么太多东西吃了 不懂怎么选择 先看一下先逛一逛 搞点烤串啊什么东西的 开车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一点钟了 这里还是这么多人的 它是一个夜市来的 彩灯都没开了 来点腌鸡吧 腌那个鸡皮 怎么卖的 九十八一斤 要在那里 到这里了 也行 还是鸡脚 鸡脚也好吃 鸡脚三块鸡 帮我拿一个五个吧 还有什么东西好吃的 开脚要吗 很辣的这个 鸡皮 我头发有点亮起来 帮我掐到我后去 好 没有进店 好了 弄个啥骰的 弄个啥骰的 弄个粉色的 弄个粉色的 怎么弄我呢 我太肉圆了 你为我指甲 我留得很长 好漂亮 我不舍得紧 我的可以修吗 可以修 再来帮你修一下手 可以修 我摸你的手 好粗糙 是啊 那就修一下 管得要前进 这个是男人的手 可以修一下 没有是因为你那个 吊皮太多了 修一下 这是男人的胃 这个死皮多 那老姐太硬了 我没有修过 我从来没有修过 给我试一下 是什么东西的 你要辣了吗 这个是 那个 肚肠 什么是叫肚肠吗 辣 我说要一点点辣的 好辣的 鸡还是鸭 鸭 我说前面那家鸡 那是脆肠吧 嗯 是那么脆肠吗 辣椒很辣哦 是啊 我说一点点辣就可以了 变态辣那种 小孩 很多人喜欢吃啊 用这个要用多久了 30分钟 好久 还久啊 明天他就可以了 那是刚开始 坐了 那他坐 那你再坐 他老公说 你坐了 我们指甲很漂亮 以后不要让我干粗活了 知道吗 洗完就可以了 不用 不用去刨地了 全满都不用洗了 刚刚买了点这个 盐菊这个什么 鸭鸭鸡爪 还蛮旺的 这个好辣的 两点 真的两点的 对生意做比较晚 没有 都上一般嘛 你干嘛 但是没有人 没有 没有人帮忙洗碗 这种东西嘛 搞卫生嘛 他们给 整把东西收完了 老人可以搞卫生嘛 然后就晚了 应该 还刚开始是 请人家的吗 是啊 还好我们 我们在这里帮忙 起码还算小一点 他们都平时像这么忙 正常来都是三点到四点钟 才收工 回去休息 好累哦 中午两天都亮了 要那么好 好在一点 早上他们不用开门嘛 因为这种学生这些 人也不会那么早来 来吃饭的啊 那 他这里天天都是这样吗 什么呀 没有 前几年都不怎么好啊 前几年到处都不好啊 不会今年啊 今年 反正他 目前为止开学到现在 都是这么好 那是不是他这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你跟我说的啊 我没问过哦 那 你挣不过赚钱呢 他挣 那现在 这个大股也肯定赚钱了啦 你都那么忙的 他这里全部都是 很多老顾客的 吃过你哥煮的牛排 煎的牛排 你们都是一样的味道啊 是啊 那你也可以再开一张 还那么早开 那你挣果就赚不到多少钱 现在 还不清楚 那个果树是不是 到老化了之后 就没那么好 那就看你 肥胖的多不多 肥胖的多 十几年都没有事 那你喜欢挣果 还是喜欢 他做牛排 我喜欢做吃的 但是开店呢 现在其实有 有点怕的 我也觉得好辣 这个 我说味辣 他这个 味辣简直就是变态辣 就是你可以找 像你哥这样子啊 那种大学附近的呀 的流量高一点 他们疫情都能熬过来 是吧 这个到时候再说过 现在还当时还不小 准备果树那边 知道 可以 可以想了 种不下了 要不你怎么给你改 几边逃呢 是 可以请人吗 不可以请人 那你已经开店不是请人了吗 我只能当着我也在店里面的呀 好吧 我累了 我想睡觉了 马上要煮好了 马上要煮好了 怎么还在收哪一期 你洗完完了吗 绝不洗完了 两个钟起了 你怎么还在洗呀 收集一些厨房里面的厨具呀 好 好 谢谢观看